1885年 福泽玉姬 在托亚论中写到 中国和朝鲜 不出几年 就会亡国 其国土将被列强瓜分 我们不必可怜这些恶力 不如托其武 而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 既与欧美列强联手在割 中国和朝鲜 等亚洲领域 你的前辈们的大白话 比你刚才的说辞 要路过得多 我想 这是你们内心的真实想法 但是今天 这里是法庭 我不就你们扩张侵略的文化基础 做更多披补 先提醒 传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副议长 陈耀东出庭作证 南京临参会于去年成立后 接近接获人民报告南京大屠杀案件 本会 本会即组织南京大屠杀调查委员会着手调查 印刷调查表并结文 一期调查确实 既调查2784件 而中华门一带 约占全数三分之一 即有十余万人被害 该区 是被告部队驻在区 该惨案 是被告部队所造成 固有本会 代表被害人民 要求政府 将被告引渡我方 明正典型 南京沦陷后的大屠杀 也被日本将官的字述所证明 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主力部队之一 第十六师团的中岛金昭五 在《镇中日记》中写道 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 决定采取 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 但由于是以一千人 五千人 一万人计的群体 连武装都不能及时解除 事后得知 锦组组幕部队 就处理掉约一万五千人 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 处理了约一千三百人 在仙河门附近 处理了约七八千人 另外 这是一个年轻女性的骨师 她的颅骨已经被刺刀刺穿 下颚脱落 口中至今还塞满了破布 她的胸骨扎着铁丝 她的盆骨上还有刀痕 浑身上下 弹痕清晰可见 刀痕累累 这是一具没有头颅的婴儿的尸骨 她应该是这位母亲的孩子 可想而知 她在生前 曾受到过何等的对待 我们当时在现场 几乎看不到完整的尸体 现在从这里部分的骨骸上可以看出来 她们散落一地 随处都是 我今天特别要提到的 这也是一个年轻女性的尾锥骨 至今 她上面还插着这样的钢钳 她们在发掘现场 像这样的惨状 比比皆是惨不忍动 甚至 有的一看就是孕妇 在大人的遗骸里面 还有一个孩子的骸骨 我们很多的女工作人员 从现场回来以后 十天半个月都吃不下饭 每当提到这个 都泪流满面 我有时在想 历史将会怎样看到我们今年的审判 说实话 这些天来 我总想着戏台上包心颠叫来狗头炸的情形 我们没有那种寒肠淋漓的快感 为了把恶魔送上断头台 甚至还要与他们对驳公堂 唇枪舌战 复仇本来就是以牙还牙的本能 却硬是插入这样无谓而冗长的争论 它的意义 或许只在于向使人揭露敌人的暴行 我担心 仅仅靠一个法庭 根本无法承载民众沸腾的民怨 和偿还血债的呼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